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灵特别是酒 有一次刘灵想喝酒了 便让妻子去拿 妻子把酒倒到地上 把酒瓶的都摔碎了 哭着劝他 说你喝酒喝得太多了 这不是养生之道啊 请你戒了吧 刘灵回答道 好 可是靠乎自己的力量啊 是没有办法戒酒的 你必须啊 给我准备一些祭品 好酒好菜 让我在神明面前 祭祀一下 我要对天发誓 这样才能戒酒 诶 她的妻子啊 信以为真 听从了她的吩咐 刘灵于是把这个酒肉啊 都放在桌上 跪下来开始祈祷了 天圣刘灵 以酒为名 一饮一虎 五斗解尘 夫人之言 甚不可听啊 说完以后啊 她不但取来了酒 还把桌上的祭品啊 各种肉点 大吃大醉起来 通过这个 片酒肉的故事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刘灵啊 是滑稽肚子放荡不济 刘灵四酒如命 以酒为了 后人税用 刘灵病酒 来表示啊 四酒中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